同学们好 这节呢咱们一起来学习制作部门出勤率分析图表 那么像当前这个图表当中呢 我们用水平的这样一个横线来表示平均出勤率 那么其他各个部门的出勤率呢 以柱形图来显示 并且呢从高到低一次排列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图表当中 我们不仅能够看出每个部门的出勤情况 而且呢通过中间的这样一个平均线 能够直观的对比各个部门的综合出勤水平 那么这一类的图表还可以用于这个任务的总体完成情况 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呢 那么中间的这个水平线 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什么警戒线呀 任务线呀 或者是达标线等等 那么大家可以根据需要呢进行灵活的变通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样的图表啊 如何来制作 首先呢我们要对这个出勤率 来进行一个降续的排序 那么你如果没有排序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数据选项卡下点击一下这个降续按钮 那么这样生成的图表呢 它就是说由高到低来进行排列了 那么接下来啊 咱们要先计算这个平均出勤率 在这里面呢 我们要用这个sum函数 计算出全部的实际出勤天数 然后呢去除以全部的因出勤天数 由于我们这个公式啊 需要向下复制 那么选中以后呢 咱们按F4键 让它变成一个绝对引用 接下来呢 我们给它设置成一个百分比样式 然后呢 增加两位小数 将公式复制下来 计算出这个平均出勤率之后呢 我们选中A列这些部门 然后啊按照Ctrl键不放 选中D列的出勤率 以及E列的平均出勤率 这样呢 我们选择了一个不连续的数据区域 来制作图表 来插入一个柱形图 那么现在呢 我们插入了一个默认的柱形图 咱们啊 首先选中中间的网格线 按Delete键呢 清除掉 接下来呢 选中这个图立项 也按Delete键清除掉 你看我选中这个红色的 也就是说平均出勤率这个数据系列 然后呢 给它右键 设置数据系列格式 那么在这呢 我们选择次座标轴 你看现在呢 这个图表就变样了 对吧 再次选中这个红色的数据系列 然后呢 右键 更改系列图表类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折线图 单击确定 那么大家现在看这个图表 是不是有点别扭啊 你看左边这个 和右边这个次座标轴 那么这个轴标签 它不一样了 这个呢 是从84到98 而这个呢 是从0到100了 那么大家在制作图表的过程当中 如果使用这个次座标轴的话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也就是说 你这个主座标轴呢 和次座标轴 这个刻度啊 一定要使用一样的 你否则的话 这个图表就乱了 然后呢 我们选中这个次座标轴 还给它调整一下 那么把这个最小值呢 设置成和主座标轴 一样大小 这呢 0.84 那么最大值呢 0.98 固定值 咱们也设置成和这个主座标轴呢 一样的 0.02 关闭 那么现在 我们这个图表啊 还需要进一步的设置 设置哪呢 我们说这个 哎 中间这个横线 它是两边都不到边的 那么如何让它 哎 直接到这个图表的最右侧和最左侧呢 咱们在这个布局选项卡下 坐标轴 我们选择次要横坐标轴 这呢 显示从左向右坐标轴 那么接下来我们双击一下这个次坐标轴 把它呀 刻度线类型 5 那么坐标轴标签呢 也选择5 关键的一步到了 位置坐标轴 咱们选择在刻度线上 哎 你看现在 它就到两侧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线条颜色这里呢 把这个次坐标轴啊 设置成无线条 好 那么现在呢 这个次要的横坐标轴 我们就看不到了 接下来我们选中这个次要的垂直轴 然后呢 按delete键把它清除掉 再双击这个水平轴 你看这里面有一些小的竖线嘛 我们可以把它取消掉 这呢 我们选择5 哎 这个小竖线啊 就没有了 那么接下来呢 再次双击这个蓝色的数据系列 然后啊 把这个分类间距呢 给它调整的小一点 那么这样呢 这个图表不至于看起来太瘦 然后啊 我们选中这个出勤率的数据系列呢 给它设置一下形状填充 那么接下来呢 保持这个数据系列的选中状态 咱们可以在这个布局选项卡下 给它添加数据标签 然后呢 你看现在 要对这个红色的水平线 你看 还不太容易选中 对吧 选中 单击一下选中了整个的这个水平线 然后呢 再单击一下 最右侧的这个数据点 选中这个数据点之后呢 添加数据标签 上方 那么现在这个图表的大致样式就有了 我们啊 再给它设置这个图表区的一个填充颜色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对这个数据标签进行设置 咱们可以选中整个图表 在这里啊 给它设置一下字体 然后呢 选中这个水平轴 这个轴标签 也给它设置一下字体 那么现在这个图表大致就完成了 我们说在这个图表当中呢 我们使用了数据标签 而现在啊 咱们在这个垂直轴这里呢 也使用了一些垂直轴的标签 那么这里面的这些标签 我们也可以按delete键 给它清除掉 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些数据呢 并不影响我们对于图表的阅读 最后 咱们说这个图表啊 还缺少点什么 那么根据需要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图表标题 在布局这里 图表标题 咱们选择图表上方 然后呢 适当拖动一下它的位置 给它写上 生产部出勤率最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选中这个图表标题的边框 那么在这里呢 给它一个字体 调整一下字号 然后呢 去掉这里的加粗显示 好 现在呢 我们这个图表就制作完成了 对于这个配色呢 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各大网站的专业图表配色 那么也可以呢 进行发挥 只要注意 不要把这个图表的弄得过于浓艳就好 咱们说这个图表学习啊 它没有太多需要理解的东西 那么主要的还是 操作的一个熟练度 同学们可以在课后呢 多动手练习一下 灵活变通 那么讲所学的知识点呢 应用到不同的数据场景当中 才是我们最终需要的效果 好 这期的内容啊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观看 再见 我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